。 马英九回国2020成对手。 柯文哲,总是会遇到。 记者卢关飞台北报道。 前总统马英九有可能回国投入2020总统吗?日前马出席国民党立委举办的第三届国会青年体验迎时,遇会乔生问道你要我学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迪吗? 。 马英九回应他92岁,我才68岁引发联想。 。 台北市长柯文哲一日出席活动,被问到此事也做出回应。 。 柯文哲上午现身指南宫出席活动,马英九也是嘉宾,媒体问道马英九可能回国2020,追问柯总统意愿。柯回应不要问我这个。 。 。 先把今年年底,市长选举,过关再讲,但也不讳言总是会遇到。 。 马,柯南德同排却没有互动,被问道要聊些什么?柯孝成主办单位位置还很开,你放心,没机会讲到话。 。 。 柯文哲出席指南宫活动,与前总统马英九同排,土北市府提供。 。 记者卢关飞台北报道。 。 前总统马英九有可能回国投入2020总统吗?日前马出席国民党立委举办的第三届国会青年体验迎时,遇会乔生问道你要我学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迪吗? 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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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吗? 。 。 。 马英九也是嘉宾,媒体问道马英九可能回国2020,追问柯总统意愿。柯回应不要问我这个。 先把今年年底,市长选举,过关再讲,但也不讳言总是会遇到。 马,柯南德同台却没有互动,被问到要聊些什么?柯孝成主办单位位置还很开,你放心,没机会讲到话。 柯文哲出席指南攻活动,与前总统马英九同台,土北市府提供。 记者卢关飞台北报道。 前总统马英九有可能回国投入2020总统吗?日前马出席国民党立委举办的第三届国会青年体验迎时,与会乔生问道你要我学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迪吗? 马英九回应他92岁,我才68岁引发联想。 台北市长柯文哲一日出席活动,被问到此事也做出回应。 柯文哲上午现身指南攻出席活动,马英九也是嘉宾,媒体问到马英九可能回国2020,追问柯总统意愿。柯回应不要问我这个。 先把今年年底,市长选举,过关赛奖,但也不讳言总是会遇到。 马,柯南德同台却没有互动,被问到要聊些什么?柯校成主办单位位置还很开,你放心,没机会讲到话。 柯文哲出席活动,与前总统马英九同台,土北市府提供。 记者卢关飞台北报道。 前总统马英九有可能回国投入2020总统吗? 日前马出席国民党立委举办的第三届国会青年体验营时,遇会乔生问道你要我学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迪吗? 马英九回应他92岁,我才68岁。引发联想。 台北市长柯文哲一日出席活动,被问到此事也做出回应。 柯文哲上午现身指南宫出席活动,马英九也是嘉宾,媒体问到马英九可能回国2020,追问柯总统意愿。柯回应不要问我这个。 先把今年年底,市长选举,过关赛奖,但也不讳言总是会遇到。 马,柯南德同台却没有互动,被问到要聊些什么?柯校成主办单位位置排很开,你放心,没机会讲到话。 柯文哲出席指南宫活动,与前总统马英九同台,土北市府提供。